我們廣告沒有一起拍 但是我們是這一次的記者會是一起合 其實當然就是跟老朋友見面是非常非常放鬆 對吧 很開心 我自己是在電視上先看到小眾的廣告 我就哎呦 哎呦 看來會一起就是出席記者會之類的 就我自己很興奮 最近大家有關注到說 藝人的這個新戲啊 不夠善良的我們啊 其實說是非常的好 甚至連中國的網友都很喜歡 當然是很很欣喜啊 因為他真的是一部好劇 那雖然我的角色可能表面上看起來沒有那麼討喜 但是我覺得 不要再講了 不要爆雷 OK 我要自己去看 我要等到播完了以後 再一起躺在我的沙發上 把他追完 他裡面真的滿點點點的 這是很真實的人性 粉絲的評分裡面 終於有一些副品 這樣是應該開心吧 很開心 就希望他再可以盡情的融入故事 然後 同理角色這樣 而且 玉婷姐那時候說 我跟你講 這劇本真的很好 這角色是幫你量身 量身打造的 然後我看了一下量身 原來是這種量身 每次遇到玉婷姐就很高興 因為她永遠在幫我突破 很感恩 我覺得你會看到她的平均到經典的時候是小朋友 真的太難了 比較有觀眾的評分 我自己覺得他們都很經典 那你把沈玻璃放哪 你們都要簽了 那你覺得會把美歌 你會跟頭顎的影響嗎 什麼 真的嗎 我沒有看到這個評分 可是小美在這部戲裡面 真的是刻意的去絆倒 因為她頭髮也有刷白 然後肢體形態上 導演有雕琢 讓她是狂貝這麼緊張 生活壓力的中國男子 髮型而已 應該是髮型 你只有髮型這樣 我覺得只有髮型 廣告 有貨嗎 我們有一起工作 比如說一起上節目 錄製節目一起拍戲 一起訪問什麼的 但你說一起代言 然後出戲代言的記者會是完全沒有的 但我們常常一起出席 什麼戲的發布會啊 節目的發布會啊 這常常發生 就是二座劇之文的家族聚會 爸爸媽媽們 不受疫情影響的話 我們通常都是一年一次 對吧 然後輪流 就是當作動 有習俗嗎 有習俗嗎 習俗嗎 這不是習俗 這是很久了耶 一直都有 心細上啊 身小 就是有一些大事件 就會特別 會大家互相關心一下 我之前看到的網路片段 是剛好就是 你跟蔡主持人那一段 就是跟媽媽 就是講媽媽去留的問題那一段 本來這種事 我覺得我跟你哥要自己商量就好 可是你又誤會 其實不正常是媽的記憶 是沒意思 上個禮拜啊 他看著你哥叫你爸的名字 在上上個禮拜 他說阿弟偷他的竹子 那個竹子啊 他不是早就送給你了嗎 反正我就覺得不對勁 禮拜一我就逼你哥 帶媽去看醫生 醫生說 早結識之症 這要多看幾間醫院吧 不是一個醫生說了算啊 我會 你如果不放心 你也可以自己帶媽去看醫生 我要說的是 如果真的是失智症呢 我跟你哥討論過了 我們覺得最好的辦法 是把媽送到 專業的養養中心 怎麼可以把媽送去那種地方啊 我工作那麼忙 我怎麼樣的家進你家 我就會把媽當成是我自己的責任 但是失智症 不是靜孝道就可以了 他是需要有人24小時盯著他照顧他 我們家是有請外傭 但是你不能逼人家24小時上工啊 這種情況萬一出什麼差錯我承擔不起 最好的辦法還是把媽送到專業的照顧中心 這個錢我可以出 我不同意 我覺得感覺很精采 很想把他看我 就是等他播完 播完的時候 我想要一口氣躺在我的 想法上面 一口氣 把他做 最好的 情報 來 próprio 聞 by bwd6